最後打個set set再打個b setb 往下找就會出現什麼 setbillin run control 就是那個放大縮小的那個元件 要顯示出來的話 其實呢就是這一行 這個方法 然後呢 這邊改為tru 是可以有那個放大縮小的功能 再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controller 放到畫面上面去 必須利用什麼 map control 等於什麼 map 點 get controller 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上面的控制 控制器的權限 那再來的話呢 說放的比率 run的部分呢 run的部分呢 給它17 17大概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大小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最小的是1 最大的是21 就接近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看 各位可以 把這個數字稍微 自己再設定看看 那最後把它save之後 把它執行之後 各位就可以看到 runin的話就是17 看到的話 就會是這樣的 像這樣的畫面 OK 試試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秀出來 現在秀出來的地圖呢 不是在那個台灣 而是在哪裡 在美國 因為呢 這個google的總公司 也在美國 那會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 這是17的 17在往上的話 論印就18 19 20 最大就20 再來就接近 然後再來往前 19 18 17 大概這樣子 那等一下再來講 就是我如何把這個正中央 放到海洋技術學院 可以看到海洋技術學院 那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地方先完成 我畫面先換你 各位一下 好